第471章 密谈 影子身后的下属一个个上前将行刑架上的囚犯杀掉 那都是他从湖畔以沁尘做诱饵调来的 如今却失去了寻找这些人背后主使者的兴趣 在影子看来 能指挥这些人的人无非就那么几个 既然这些人嘴巴很硬 那就把那些可能是幕后的人全都假想成敌人好了 一个都不用放过 不过 这一次沁尘被人抓捕的事情明显不同 只使周到他们在湖畔杀人的幕后主使 还没有这么大本事 影子很清楚 到底谁有在他身边安插内影的这个能力 这样的人有 且只有一个 影子在行星架旁的水池里洗了洗手 将手上的血迹给洗去 他身边的下属一个个肃穆着神情 他们此时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影子轻描淡写地对几位下属说道 你们几人之中出现了泄密者 下属们神情一致 他们都很清楚被判影子的后果有多严重 而且 这可是影子 影子身边竟然出了内影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影子继续说道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你在给谁效力 周到在行星架上 看着同伴一个又一个地死去 他仓皇说道 我说 只要您放开我 我现在就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你 影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现在不想听了 说吧 他竟是撑开了暗影之门 头也不回地走了 直到这一刻 周到才明白 原来这不是什么刑讯手段 影子是真的不耐烦了 下一刻 影子已经来到庆市位于五号城市的银杏庄园里 这位于半山腰上的庄园 依旧灯火通明着 像是一座苍穹之上的宫殿群 绚烂的蓝与紫色的灯带 将屋檐 眼角 墙壁勾勒得如同梦幻一般 影子一路石尖上 路上的暗庄与仆变道是他 纷纷退避开 一个个恭敬的垂首低眉 站在道路两侧 他们察觉到 那位很少出现在银杏庄园里的影子 突然回来 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 影子一路往最高处走去 那里是一座单独的楼宇 整座银杏庄园里 也只有这一座楼宇是灰暗的 没有什么灯光 影子来到门前 也没打招呼 便推开大殿的门 站在门口 楼宇之外的光 穿过敞开的门 照射在楼宇内昏暗的环境里 此时 正有一位扎着发迹的老者 盘坐在蒲团上 他背对着门外 如一座童中般 一动不动 影子荡久了 都不知道规矩了 在庆市 家主的权利 还是要凌驾于影子之上的 所以你进门时 应该先敲敲门 我同意了你再进来 老人慢吞吞 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您让人泄露了 庆城的情报吧 影子开门见山地问道 其实 当他接到颜春米电话 得知那些信息的时候 影子就已经很清楚 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 在影子看来 能在他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给他身边安插内应 且在最关键时刻出卖他的 尤其只有一个 那就是庆市家主 影子从未怀疑过 庆市家主以外的人 如果其他事里能做到这一点 那他这个影子不用干了 庆市恐怕 也早晚都会被人一口吞掉 这是一种自信 只有庆市家主这种 权力完全凌驾于他的人 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情报系统里的人 有些是忠于影子的 有些是忠于庆市的 这有很大不同 所以他对下属说 我知道泄密者就在你们几人之中 但是没关系 因为 如果庆市一定要选一个人 来代表整个家族与财团的话 这个人绝对不是他影子 而是家主 为了家主背叛影子 有错吗 没有 那位老人才是家族真正的决策者 所有人的意志 包括影子的意志 都必须为他服务 庆市家主头都没回地说道 是我 为什么 影子冷声问道 庆市家主反问 是因为你快要死了 所以临死之前变得仁慈了一些 才会办事如此拖泥带水 对吗 什么意思 影子问道 你让他去接庆母回家 以此来收买这个 庆市情报系统的人心 庆市家主缓缓说道 没错 这和您的意志 有什么冲突吗 这不是您希望看到的吗 影子问 没冲突 但你做得太仁慈了 庆市家主 始终只留给影子一个背影 只是接庆母回家 最多不过是 收获一些情报人员的感谢 钦佩 但如果你想让他 快速接手情报系统 抑或是走到更高的位置上 要做的 就得更残酷一点 影子宁生说道 您是想让他成为第二个庆母 一个活着回到庆市 足以统领 震慑所有情报人员的庆母 影子明白了 这位庆市家主到底想要做什么了 影子已经彻底明白了 这次动手的人是神代家族 庆市家主竟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 将庆城的信息给了神代 而神代得到庆城情报后 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新的庆母 庆市既然抓了神代的人 去交易庆母 那他们就找一个新的替代品 神代同样是财团 他们又如何会放任别人挑衅 却始终没有反击 庆城给他们带来的麻烦与折辱 已经足够多了 所以神代这次便以雷霆一击 将这个可能成长起来的巨大威胁 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 神代要像对待庆母一样 给庆城无尽地屈辱 以此来告诉整个联邦 挑衅神代的结果 而在庆市家主看来 一个接庆母回家的人 不过是一位功臣 大家虽然会钦佩他 但这份资历 还不足以让庆城快速登上更高的位置 但如果是一个清醒且活着的庆母 回到南方 那么威望与权柄将完全不同 接庆母回家的人 和庆母本人 完全是两个概念 看来 您和我的时间都不多了 所以才要下这一集狠药 影子平静说道 老者不置可否 没有回答 可影子不解 您就不担心他死在北方 亦或是被人用 接驳神经元的方法 换一个灵魂 庆市家主平静说道 这世上还没人 能用这种手段替代他 这件事情 你我十多年前就知道了 神代连庆母都替代不了 又如何替代他 但如果他死在北方了呢 影子沉声问道 你果然变得心软了一些 庆市家主平静道 在我看来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现在让我更忧虑的问题是 你们都如此心软 庆市的基业 如果交到你们的手里 会不会倾踏 庆市家族 似乎还有其他的计划 影子冷笑起来 您真的有打算 把庆市交出来吗 好像表面看起来 您是有这个打算 但实际怎么样 还真不好说 现在庆市各派系的人 之所以蠢蠢欲动 想要针对影子 不过是因为这位家主 前些日子随口说了一句 你们觉得这一介影子 当家主如何 只是这一句 便激起了千层浪 那些各派系的话 是人根本无法接受 继续被影子掌控 他们不愿意看到 影子登上家主之位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那些事情 只有影子心里清楚 这位老者 从来就没打算让他当家主 对方说那句话 也不过是知道 各派系的人在想什么 这位家主要用那些人 来制衡他 影子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老者问道 你现在要去救他 影子一言不发地顿住身形 冷冷地回头 望向这位庆氏家主 老者继续慢吞吞地说道 你如果现在救他 那他今天吃的苦 受的伤 可就都白费了 记住我曾经说过的话 人不要有感情 有感情 就会有破绽 他只有成为庆母的那一刻 才真正有价值 影子冷声说道 那是您的看法 我不这么想 庆氏家主问道 你不也为了帮他收服庆医的人心 故意出卖过他的情报吗 我现在所做的 和你做的 有什么区别 你还害死了不少无辜之人 影子平静道 您这么一说 好像有点道理 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 但我已经做好 背负罪孽下地狱的准备了 您做好同样的准备了吗 说完 他便转身离开了 影子手机上接到了一条信息 是有人将事情的始末 完整发了过来 其中 包括庆尘死战后失踪的消息 以及李云静 火堂追查后丢失线索的消息 影子打出去一通电话说道 庆爷 第一件事情 给我带人封锁所有前往北方的通道 不要让神代有机会带庆尘离开中原 第二件事情 给我查 到底是哪里的浮空飞艇 在负责接应他们 第三件事情 让庆氏作战部队无视火堂 最后 影子停顿了一下说道 把这件事情转告给李长青 他就在战场北方的19号城市 让他一起寻找庆尘的下落 从这一刻起 神代抓捕庆尘之后的举动 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般 不知道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 第472章 疯了 影子给庆爷打完电话 孤身一人走在银杏庄园的夜色里 只不过 他不是朝山下走的 也没有撑开暗影之门 而是一路朝山顶走去 那山巅没有什么绝美的风景 只是一片庆氏仙辈的墓碑 章鱼哥 许蛮 庆盛 罗兰 庆益 有世人所熟知的 例如罗兰与庆益 许蛮 都是被写进了各个财团历史教科书的人 也有世人所不知的 章鱼哥与庆盛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做过什么 却被庆氏放在了最高处 每个人的墓碑上 都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名字 还有一句简简单单的话 功成不必在我 他们有些未必是庆氏的人 但都曾为这个家族 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那位先祖将这些人的墓碑 搁置在山巅 就是想让他们与庆氏一同看着这繁华的人间 尹子在那一片墓碑中坐下 看着山下璀璨的五号城市 他有点不确定 这热闹的人间 是不是先辈们想要的 又或者是先辈们所唾弃的 是什么支撑起了一个家族 如果说李氏 是用内部的秩序 那么庆氏 就是用对外食的狠辣 一代代在尹子之争中诞生的家主 必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凶狠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人 也必然能带领家族在这凶狠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庆氏信奉着一个道理 最厉害的人一定是斗争出来的 每一代尹子斗争 势必要伴随着另外八名尹子候选者的陨落 这陨落未必是死亡 也可能是受挫后一蹶不振 再也没有雄心壮志 但活下来的那一个 赢到最后的那一个 大概率能成为一代枭雄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不是吗 尹子也是这样想的 他未曾动摇过 只不过 今天他感觉有些萧索 看够了 尹子起身再看了一眼山下的五号城市 然后撑开暗影之门 回到秘密监狱之中 下属们见他回来 便低着头 老板 这次是我们办事不力 只不过 尹子没有了离开时的怒意 他反而笑起来说道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下属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尹子笑着说道 家主沉寂两年 第一次出手左右这个事件 我们输掉一次 不是很正常吗 尹子见大家不言语 知道他们将信将疑 却不再解释什么 他真是这么想的 他确实是一位厉害的尹子 可那位家主不也是尹子吗 而且 对方不仅从尹子之争的厮杀中突围 还在尹子与尹子之间的角逐中 最终还拿到了沁士的权柄 这样的人物 时隔两年 在最关键的时刻 用最巧的力 想要达成一个自己需要的结果 谁又能挡得住呢 所以 尹子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奥猛 悔恨的 饶食他与沁尘再怎么聪明 也防不住沁士 内部那位最厉害的人出手 老板 现在怎么做 我们去营救沁尘吗 一名下属问道 尹子摇摇头 营救沁尘的事情 有严春米和沁也在做 如果他们也找不到 那我们去了也没用 他信任严春米与沁也的能力 绝对且充分地信任 尹子看向下属们 李长青应该也已经接到消息了 他在北方比我们更加方便 咱们 先杀点人节节闷吧 正好我的茶园 也需要新的肥料了 当天晚上开始 影子麾下的密碟丝 如一尊原本沉睡的庞然大雾 突然被惊醒了 南方十二个城市里 沁市内部各派系 开始被执行肃清 情报系统内部 一夜之间秘密处决了219人 都是沁市各派系化石人 在情报系统里安插的内影 直到这一刻 许多沁市大佬才明白 原来他们所谓的隐秘操作 其实都被影子看在眼里 之前没有动这些人 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动而已 不止如此 影子还一夜之间 扫掉了神代在南方的 21个情报站 CAA情报一处的神代成员 全都死在了家里 所有人都觉得影子疯了 似乎要在联邦停战之后的 半个月时间 再次挑起战争 这种行为 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 也缺乏足够的理智 直到凌晨 影子给亲爷打去电话 找到线索了没有 亲爷回应道 老板 我和颜春米 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 但目前行动太仓促 还是没能找到线索 对方准备得非常充分 肯定充分 毕竟A级高手亲自出手 他如果想活着回到北方 自然要准备得充分一点 影子平静说道 老板 听说您在城市里 大开杀戒了 亲爷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 影子回应了一声 亲爷嘀咕 您这么做 可有点不理智啊 有些人 咱们不是要留着放长线钓大鱼吗 而且 您就不怕他们 把杖算在沁尘身上 影子平静说道 这个时候 沁尘该吃的苦 已经避免不了了 想让他活下来 就得我来向外界证明 他足够重要 这样 神代才会留着他 让他好好地活着 不然 神代拿什么 跟我谈条件呢 沁氏的人都很疯狂 家主与影子 应该都是最疯狂的那一批 前者是要用极端手段 给沁尘一个顺理成章 掌握权力的身份 后者则是要通过 极端的报复手段 告诉神代 这个人很重要 留着他 对你们有好处 只要沁尘没死 他总能想办法 就对方出来 李长青那边通知到了吗 影子问道 通知到了 沁也回复道 他啥也没说 就把电话挂了 很好 都疯了呀 沁也小声嘀咕了一句 便挂掉了电话 沁也在另一边 看向贵城 一排的黑市情报人员 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老板疯了 你们也不愿意说 浮空飞艇的信息 我要不杀点人 好像会显得 有点不合群 正好你们 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情报贩子急眼了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浮空飞艇啊 近期10号城市 18号城市 根本没有民用的 浮空飞艇 离开过城市啊 这样啊 沁也点点头 那就非常抱歉了 说吧 他挥挥手 示意下属开枪 一阵轰鸣之后 那群平日里 在黑市 横着走的情报贩子 全都倒在了 硝烟与血泊之中 这一夜 许多人都没法 安稳入睡了 有些人连夜 躲去了自己的安全屋 结果 被密碟丝的人 从安全屋里 揪了出来 有些人躲在家中 瑟瑟发抖 结果天亮的时候 也没见人来杀自己 所有人都觉得 要变天了 只不过 庆辰出事的时间尚短 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 这一切是因为什么 他们在想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让那位影子 如此疯狂 19号城市里 李长青所在的别墅外 正有六七名 城市议员身穿正装 焦急等待着 别墅占地面积 2100平 是19号城市里 最大的住宅别墅 这原本是市长的官邸 现在被献给了李长青 城市里的居民调侃 说这是李长青 在19号城市的行宫 而那位市长 如今则是他手底下的大太监 停战协议签署之后 李长青来到这座城市 这座被人们近期 称为间谍之城的地方 终于渐渐恢复了安宁 它没有像在 一号城市的时候一样 再次对各个市里的情报人员 大开杀戒 以前 他不过是分管一部分情报系统而已 霸气外露 会方便他做很多事情 震慑许多痴魅王俩 但如今 他是李市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了 便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永远使用酷烈的手段 还是那样做事的话 很多人就不敢与他合作了 所以 如今李长青用的是怀柔政策 就算他知道 19号城市里的 各市里情报人员满地走 也依然没有将这些人赶尽杀绝 毕竟水智轻则无鱼嘛 大家可以多合作合作 和气生财 以和为贵 一时间 城市里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凑了上来 希望能在那位强势女人 入主这座城市后 奋一杯羹吃 今晚 原定是有一个小型会议的 19号城市 马上就要重新民选一员了 大家都希望 能够得到李市财团的支持 只是有些奇怪 李长青刚走进叠数的议事厅 就接了一个电话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这个女人的气场变了 变得异常凶狠 且不可琢磨 那个平日里笑容满面的女人 冷峻着面孔 让刚刚改名老十九的老九 将别墅内所有外人都赶了出来 让这些议员 全都等在了寒风之中 所有19号城市议员 都觉得莫名其妙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竟然让李长青 有如此巨大的态度转变 有人小声嘀咕道 不会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吧 没有啊 最近大家战战兢兢的 谁敢犯错啊 有人嘀咕道 这时 别墅的大门打开了 议员们纷纷停下了交谈 朝别墅门口望去 然而大家看到李长青时 全都愣住了 只见对方已经换下了 平日里的正装 换上了联邦集团军的中将军装 只这一刻 所有人便突然意识到 那位蛇蟹女人似乎要回来了 第473章 最后一米 疼痛 钻心的疼痛 在麻痹感消退之后 无边的疼痛 就像是一万根针扎在身上 伤口的烧灼感 又如同被人架在火焰上之口 庆尘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 手指与手腕上 依旧紧紧 估着直锁与万锁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有人救了自己吗 不对 自己并没有得救 庆尘内心默默思索着 他中间曾清醒过一次 那时候 他分明在一艘浮空飞艇上 不管是谁救了自己 都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 而且 有能力阻拦服空飞艇的人 也一定有能力打开直锁与万锁 庆尘忍痛看向周围 房屋很小 墙壁是木质且破旧的 屋子的角落里 堆砌着一些伐木工具 屋子中央 正有一个铁炉子在燃烧着 上面放置着一只黑色的旧铁壶 壶嘴里喷吐着白色的蒸汽 这里并不算冷 炉子里有钢天的刑柴 说明人并未走远 庆尘默默地感受着身上的伤势 他已经被人换上了一身破旧的棉袄 棉袄之下 则是几乎缠遍全身的绷带 他稍微动一下 便感觉自己浑身都疼了起来 仿佛身上一处完好的地方都没有 庆尘闭上眼睛 静静地喘息着 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那座 刚穿越的十八号监狱 那无所适从的绝境里 只不过庆尘清楚 这次 他可能没机会再寻找到一位李淑童了 某一刻 他忽然想起影子对他说的话 那青山绝壁上的五百九十九米 都是前辈陪着你走过的 但唯独那最后一米 需要你自己走 庆尘不晓得 自己还有没有机会活下去 但或许这就是 那所谓的最后一米 没人能帮他了 他得帮助自己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吱压一声 有人推门而入 外面的寒风一下子倒灌进来 让本就虚弱的庆尘 遍体生寒 庆尘从未有过如此虚弱的时刻 虚弱到他的思维 都有些受阻了 那万千疼痛 交汇在神经地质之中 每时每刻 都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折磨 从门外进来的七个人 他都见过 赫然正是以神代云河为首的抓捕小队 一身朴素装扮的神代云河 看向庆尘 醒了 倒是难得 醒了以后 也没有尝试着逃跑 怎么 已经放弃了吗 庆尘平静到 躲在外面的寒风里 想要让我尝试逃跑后 再将我抓回来 以此来一次一次地击溃我 让我的心理防线崩溃 这应该是你们惯用的心理战机两把 人在绝境中 一旦发现一丝希望 就会将全身心压在那个堵柱上 当这份希望破灭的时候 心智便会濒临崩溃 太多人扛不住 被夺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时的残酷 神代云河被拆穿之后也不生气 他示意下属们做饭 而他则 走到庆尘身边审笑道 大名鼎鼎的情报 一处庆尘督查 求生欲似乎也没那么强 说着 他抬手用力按压着庆尘幼泪处 那里是野狼撕咬后的伤口所在 只是一瞬间 庆尘只觉得 像是有人用烙铁烫在了身上 他如虾米般攻起身子 但灵木屋里其他人有些意外的是 那虚弱的少年 从始至中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神代云河平静道 人类遭遇疼痛时 发出喊叫是正常反应 所以不用抗拒 哼一声吧 哼一声我就松手 你看 甚至都不需要你求饶 然而 庆尘依然没有发出任何一声 意志的壁垒 从不会分辨妥协的形式 不论是痛呼还是求饶 本质上都是一次后退 这一次他可以后退 或许不会有什么 但一次次细微的后退 最终都会成为意志崩溃的前奏 所以 庆尘所能做的就是 一步都不退 神代云河挑挑眉毛 无谓的抵抗 你来 换这地方折磨他 直到他发出叫声 说完 他便松手 换了另一名下属过来 那名下属的右手如铁钳 紧紧孤注庆尘右臂的伤口 看着庆尘额头 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很快 连衣服都被打湿了 少年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 这疼痛不是假的 这一刻 庆尘闭上眼睛 尝试着沉入以德服人的世界 来回避这些痛苦 但是没有用 庆尘的意识 突然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回忆中 回到那个攀登青山绝壁的夜晚 他一遍又一遍地 顶着曹薇的弩箭 攀登着青山绝壁 一遍又一遍跃出那最后一米 一遍又一遍地看那朝阳如海 还有先被刻下的名字 以及永远少年 不知道为什么 庆尘的内心骤然宁静下来 可能他真的无法逃脱了 但此时的人生 也并没有比最初的时候惨多少 一样的一无所有 一样的面对着困恶 一样的从不放弃 庆尘睁开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身旁的杀手 说实话 这名神代的杀手 刑讯过很多人 这世上确实是有硬骨头 可是面对疼痛都一声不吭的人 他还没有见过 可是 这名下属慢慢发现 那少年竟是缓缓止住了 肌肉伸出的颤抖 连神情都在一点一点坚毅起来 庆尘突然说道 你们逃不出去了对吗 神代云和看向庆尘 我认为 你作为阶下囚 最好不要对此抱什么太大希望 放心 没人能救走你 庆尘继续说道 你们丢弃了效率更高的浮空飞艇 说明返回北方的空域 已经被封锁了 这个木屋 应该在某个生产基地的林场 用的木材是白蜡树 说明你们 甚至都没有机会渡过春雷河 春雷河是联邦南与北的交界处 人们通常 以这条河作为区分南方 北方 到了春天 西北的浮兵会 跟随着河流 一路向东奔涌 浮兵在河流里相互碰撞时 会发出噼里啪啦的浮兵碰撞声 冰块溶解声 所以 有人将它命名为春雷 而白蜡树是春雷河以南的速生树种 北方是很少见的 起码不会有北方的伐木工 专门寻找白蜡树搭建屋子 神戴云河笑了笑 他试一下鼠 松开折磨沁尘的手 沁尘督察倒是观察细致 但有这观察里也没用 别说你现在重伤兵死 就算是全盛时期 也一样逃不出我的掌控 不要杀了一个B级 就有更多的野心 我说过的 你我之间的差距是天与地 其实 连神戴云河都很意外 因为他们在逃离中原的路上 愕然发现 北方竟然已经被李氏封锁 据说李长青那个疯女人 已经丢下了所有事情 开始追查他们的下落 沁尸追捕他们可以理解 但李氏李长青又是为了什么 穿上军装的李长青 是最疯狂的李长青 此时此刻 光是李氏甲级扶空飞艇 就有六艘升空 巡视在北方空域 几乎完成了雷达的全覆盖 这也是神戴云河 他们必须放弃扶空飞艇的原因 不止如此 有人给他传递消息 连火堂也向荒野发出了命令 让所有荒野人追寻他们的行踪 神戴云河不明白 八杆子都打不着的火堂 为什么也会参与进来 以至于他看向沁尘的目光 都有些奇怪了 他只是绑走一个影子身边的心腹 为何会闹出如此多的事情 神戴云河都开始怀疑 会不会还有其他人蹦出来 要救这个少年 神戴云河面上并未显露出什么来 他调侃道 你知道你的下场会是什么吗 我会带你回到北方 然后让你像沁穆一样住在猪圈里 吃着猪食 还会有沁穆当年的同僚看着你 我们还会抓捕你现在的同僚关押在附近 让他们看着你 怎么变成一只肮脏的侏罗 你以为自己可以挑衅神戴家族 让我们轻易地交出沁穆 结果自己却变成了新的沁穆 是不是很讽刺 不管你是否屈服 往后沁氏情报人员 在挑衅神戴财团的时候 都会想到你 他们会开始恐惧 害怕自己也和你拥有一样的下场 沁尘没有理会对方的戏血 只是自顾自地说道 现在外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找我吧 多道让你需要来讽刺一个 接下求来寻求内心的平静 神戴云河眯起了眼睛 沁尘说道 送我回去 饶你不死 神戴云河突然气笑了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 沁尘都查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能威胁一个A级高手 放心 就算我会死 也会临死前杀掉你 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把刀抵在你的脖子上 只要对方足够在意你 就必须放我离开 就像银行劫匪挟持人质一样 这本就是个无解的局面 你觉得有谁能破解吗 一般银行劫匪 都是如何被解决的 好像是用狙击手吧 但狙击手 对A级高手有用吗 我们已经有了D6感知 这似乎是一个死局 只要神戴云河不犯傻 就算被找到了行踪 只要没人愿意 一炮连沁尘一同轰死 那沁尘就是他手上最大的筹码 神戴云河笑道 放心 就算影子轻质 我也有把握在他杀掉我之前 杀掉你 沁尘闭目养神 这确实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这时 神戴云河似乎不打算结束话题 而是问道 你的禁忌物都藏在哪里了 不然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把禁忌物的藏匿位置告诉我 我这一路不再折磨你 如何 沁尘看了对方一眼 你们都给我换过衣服了 应该知道 我身上没有藏什么东西 神戴云河想了想 吞入负重了吗 要不你把我剖开看看 沁尘平淡地说道 神戴云河摇摇头 不用做这种事的 你知道我现在不会杀你 但是 折磨却不会停歇 说话间 神戴云河再次按压着沁尘的伤口 用无尽的疼痛摧残着少年的意志 他似乎很享受折磨别人的乐趣 即便沁尘一言不发 紧闭着双眼 这时 沁尘突然睁开眼睛说道 我身体里 确实藏了一个东西 神戴云河眼睛一亮 续好几的禁忌物 沁尘摇摇头 不是禁忌物 是钢铁般的意志 神戴云河气笑了 这个时候还能说俏皮话 我相信沁尘都查的毅力了 没关系 禁忌物也不过是捎带着的 得不到也无所谓 说着 他回头去看下属是否做好饭了 神戴云河提起炉子上的水壶 给下属一人倒了一杯水 各位都辛苦了 此行回到北方 还需要艰苦一段时间 我们任务 在身边以水带酒 等回了北方 我给各位请公 下属们递出茶杯 恭敬地等待着神戴云河 一个个给他们倒水 几人以日语闲聊几句 待到水没那么烫的时候 便轻戳着小口喝下 半小时后 忽然有一人昏尘倒在地上 有人愕然看向神戴云河 却发现 这位A级高手 神情平静地注视着他们 咚咚几声 六名下属禁术躺在了墓地板上 气息断绝 庆尘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神戴云河竟如此凶狠 连跟着自己的六名下属 都一起杀掉了 然而 这也侧面说明 神戴云河他们的处境 一定非常不好 对方这么做 恐怕是为了防止泄密与背叛 在恶劣的情势下 一旦有人辩解 就会导致神戴云河 陷入万劫不复 庆尘问道 你不信任他们吗 神戴云河看了庆尘一眼 这世上有足以信任的人吗 他们死了 但我会替他们 一起完成任务的 一旦我活着回到北方 那么他们就都是工训 神戴财团会替他们赡养家人 享受着他们带来的荣誉 你不觉得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吗 他们也愿意为 财团的大目标 牺牲小我 庆尘愣了 他发现 神戴云河不是在找借口 而是对这个解释深信不疑 他对神戴云河冷笑起来 伪善的民族 如果他们真的愿意牺牲 那你开口让他们自杀就好了 何必瞒着他们下毒呢 走吧 我知道你是时间行者 现在距离你回归 还有21天时间 我们要在你 回归之前抵达北方 神戴云河审笑着说道 说吧 神戴云河便托起庆尘 硬生生拉扯着他 走入门外的风雪中 不知道要去往何方 庆尘亮呛着 在雪地上每走一步 都仿佛要耗尽全身的力气 他看着屋外的雪灵 心想 自己或许真的度不过这一劫了 但是没关系 人生乃会只有甘甜 却没有苦涩 人生的苦涩 他早就尝过了 这一次 只是更浓烈一些而已 第474章 神经元结薄 寒冷 自从庆尘成为骑士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过 如此寒冷的感觉了 身上的伤没有那么容易痊愈 如今庆尘的战斗力 或许连个普通的基因战士都不如 在路上 庆尘就算想要挣扎着步走 但面对神戴云河这样的A级 任何挣扎都不过是徒劳 对方单手就能轻松地将他拎起 如果庆尘停滞不前 对方就会拉扯着 拴在庆尘万锁上的麻绳 硬生生将庆尘拖拽在地上行走 并不费力 神戴云河没有走大路 他们所走的路径 像是早就有人规划好了似的 精准地从山野之间 向北方穿插而过 庆尘看到了山间的小路 有些竟是在峭壁上 仅供两三人通行 最为关键的是 这都是有人走过的路 庆尘甚至能看到 路上植物被压倒 劈砍的痕迹 这是伐木工厂走的路 庆尘知道 联邦生产基地的薪水很微薄 许多人都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 然后被派到这里 进行一些大型机械化作业的农业种植 伐木 采摘 养殖 但也有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荒野上 被联邦规划成了生产基地里的农业生产者 这些人有自己赚钱的方法 他们会进山采摘草药 珍惜植物 荒野猎人的两大交易对象 一个是荒野人 还有一个就是农业生产者们 某种程度上讲 有一大半荒野猎人 其实并不擅长狩猎 他们更像是一种中间商 山路 应该就是这些人走出来的 十分隐秘 所以 神代的间谍 也已经渗透到了联邦南方的各个角落 他们伪装成生产基地的农业生产者 寻找着崇山峻岭之间可以穿梭的小路 等待战争时使用 沁尘喘息着说道 他的衣服并不保暖 脚下的鞋子也不合脚 冷风再往里面灌着 积雪掉进去会被融化成水 然后冰冷无比 神代云河牵着麻绳平静回应道 要论安插线人的能力 联邦五大财团里 沁氏首屈一指 你们祖上就格外注重情报能力 所以 影子的权柄才会那么大 所以 你一个沁氏的人 指责神代财团处心积虑的渗透南方 是不是有点可笑了 哦 你是时间行者 可能对沁氏的根基还不是很了解 或许 以后也没机会了解了 神代云河继续说道 你知道沁木当年为什么被捕吗 他化名陈仓在神代财团潜伏了七年之久 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 最令人钦佩的是 他竟然将神代云出的秘书都策反了 当年的审讯 我曾负责过一年 那时候 他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沁氏冷眼看向对方 却没想到 对自己实施抓捕的人 曾经竟然审讯过沁木 说话间 神代云河提起沁木时 与其中是有钦佩的 然而对方越是这样 沁氏就越觉得 这个民族虚伪 神代云河硬生生牵着麻绳走在山路上 他平静说道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本就是敌对 你们落在我们手里 遭受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就在此时 神代云河向前一步跨出十多米 他后面的沁尘 被绳索牵扯着 一下子摔到了地上 被拖行出了一大截 那双不合脚的鞋子 也散落在地上 神代云河没有给沁尘穿鞋的机会 继续往前快速走去 沁尘勉强才能挣扎起身 赤脚跟在后面 脚下的血像是刀子一样 刺着骨头与皮肤 神代云河说道 求饶就让你穿鞋 沁尘平静地跟了上去 一脚一脚踩在山路之间 对方想要在这路上击溃他的意志 但沁尘却觉得这是一场修行 直到双脚被动的青子 也没有说一句求饶的话 我要上厕所 沁尘说道 神代云河看了他一眼 却突然很人道地答应了 沁尘蹲在地上拉了半天 拉完之后 用雪里的斧叶擦干净后 立马用积雪将排泄物给掩埋了起来 神代云河见状 竟是立马走过去 拿树枝将积雪扒拉开 检视着排泄物里是否有经济物 可是令他失望了 里面什么也没有 沁尘在一旁笑了起来 虽然笑起来便会牵动浑身的伤口 但他依然在笑着 堂堂神代财团A级高手 在石里找东西 恐怕传出去会让人当作笑柄吧 神代云河冷冷地看着他 看来 你是将禁忌物藏在了那片雪林里 没关系 等到风头过去 我自然可以派人去细细搜索 禁忌物没有腿没有脚 跑不掉 说话间 他手腕轻轻抖动 却见他与沁尘之间的绳索快速甩动 宛如一只鞭子 四抽在了沁尘的脸颊上 留下一条血液 可是 神代云河正了一下 只因为沁尘挨着一鞭子时 竟连眼睛都没眨地 继续盯着他笑 我劝你还是赶紧赶路吧 沁尘笑着说道 再不离开中原 你就要被找到了 神代云河深深地看了少年一眼 转身拖着沁尘走上山路 他甚至故意走快了一些 让沁尘在路上被拖行了足足三公里 才在一处峭壁窄路前 放缓了速度 沁尘说道 你害怕了 神代云河冷笑 来自楼椅的威胁 你觉得会有什么作用 沁尘平静说道 你害怕了 整整走了一整天 直到傍晚时 沁尘才远远地看见群山之外的平原上 正有一望无际的农田 一块一块整齐地坐落在大地之上 这里竟是一处生产基地 只见神代云河牵着绳索 带着身后亮腔的沁尘 往生产基地走去 直奔农田尽头的农庄屋舍 两人来到生产基地 神代云河趁夜色毁坏了这里的信号基站 然后看向沁尘 不要试图找人求救 不然整个生产基地的人都会因你而死 沁尘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 神代云河见他不说话 也不意外 静止朝农庄里走去 有一名中年生产者 套着橡胶羽皮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枪线 谁啊 神代云河从怀里拿出一个证件 联邦PCA中情局探员 负责在荒野上追捕逃犯 经过你们这里需要借宿一晚 征用此生产基地中的柴油车辆 那生产者愣了一下 别动 把你证件扔过来 神代云河轻飘飘地将证件扔出 恰好落在生产者手里 对方看了看 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但依旧说道 不好意思 你们稍等一下 我们需要跟上级核实信息 说话间 他在对讲机里吼了两嗓子 农庄乌舍里 又冲出来十来名生产者 每人都持枪对准神代云河 乌舍上方 竟然还有人架起了屋顶的 两架金属风暴 如今荒野人截略生产基地的新闻屡见不鲜 生产者都是会使用武器的 如果打不过荒野人 他们的下场会非常惨 神代云河见到这阵仗 只是挑挑眉毛 但最终没说什么 那位去核实信息的生产者 去而复返 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信号 可能是大雪压坏了某个信号基站 这样 我派人去修理信号基站 等确认了你的身份信息 我才能将车辆给你 神代云河皱起眉头冷笑道 一群建民也敢拿枪指着 PCA中情局探员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抱歉长官 我们也是按照生产基地安保条例来做事的 如果有冒犯的话 请见谅 生产者诚恳说道 神代云河看了一眼房顶的金属风暴 就算A级也不会闲着没事在这么近的距离 去跟重火力纠缠 如果两架金属风暴交叉射击 A级的躯体挨一下也会受伤 他想了想说道 那我们进屋休息一下取暖 总没有问题吧 你看 我们身上连枪械都没有带 生产者相视一眼 其中一人说道 你们可以先进屋 但是不要在枪口面前有什么过击举动 将双手举过头顶 放在我们能看见的位置 神代云河配合的双手举起 只要进了屋舍内 没了重火力的威胁 不管这生产者有多少人都得死 他牵着沁尘往屋舍里走去 十多名生产者分成两批 前后包夹着两人 缓缓走向屋舍 然而 就在神代云河刚刚踏进屋子的瞬间 那屋舍用来抵御荒野人的安全闸门 瞬间关闭 将他与后面的沁尘隔绝开来 这座用来给生产者 抵御荒野人的临时堡垒 突然就成了困住神代云河的囚龙 门外 几名生产者快速掩护着沁尘 向农庄外跑去 其中一人低声对沁尘说道 沁尘长官 我们是影子先生的线人 早就接到命令 准备接一名离开 沁尘愣了一下 这次的救援 倒是比想象中更快 此时 那屋舍关闭的安全门里 传来激烈的枪声 很快枪声便平息了 而那紧闭的安全闸门里 却传来沉重的轰击声 似乎是神代云河正在用蛮力破门 以至于整栋三层楼高的屋舍 都被震得速速落下泥土与灰尘 地面都在颤抖 屋外是一起向外跑的人群 有人脱掉自己的靴子给沁尘换上 还有人脱掉了身上的防寒服 披在沁尘身上 蒙射不远处便是一辆柴油越野车 一名生产者对沁尘低声说道 长官 他们带您离开 我们其他人留下拖延神代云河的追击 您快走 往北30公里 那里会再次有人接应 庆尘似乎有些被触动到 你们 屋内 神代云河双臂如雷霆般垂击着安全闸门 任由屋顶的灰尘落下 在他身后 是六名鹤枪实弹的生产者 正默默看着这一切 五分钟过去 神代云河想了想说道 应该差不多了 开门 安全闸门缓缓打开 所有人走出屋舍 可下一刻 神代云河 他们所有人都愣住了 外面的七名生产者 此时已经有五名躺在了雪地里 每个人都是脖梗 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血液如河流般躺出 神代云河骤然抬头看向庆尘 只见那少年双手双臂 都被镣铐锁着 可他那虚弱且惨败的身体 却爆发着无穷的力量 只见少年奋力用没被锁住的手指 牢牢地抓住一名生产者的衣领 快速向最后一名生产者逼近过去 刹那间 当双方相撞的一瞬 庆尘丢掉了手里 已经断气的生产者 以双臂为环 凶狠地孤注了最后的那名生产者 挣扎之间 庆尘与生产者一起跌坐在地上 那生产者想要挣脱庆尘的束缚 可少年像是搂抱着他的脖梗一样 坐在雪地里 惨笑着看向神代云河 你们的演技也太拙劣了吧 说话间 他双臂用力一鼓 那生产者的脖梗 发出咔的一声 被声声拧断了 凄惨的重伤少年 在雪地中杀敌的模样 格外酷烈 笑得却格外灿烂 这极其矛盾且极其冲突的一幕 莫名地震撼着余下的人 那瘦弱的身躯 哪怕被折磨到如今 这副模样 依然有着坚硬的意志 庆尘剧烈喘息着 躺在雪地里 仰望着天空 想要留我活口 枪械连保险都不敢打开 是要付出代价的 神代云河面色铁青 你从哪里看出有问题的 还用看吗 庆尘笑着回应道 你专门规划好的路线 费劲把拉地逃到这里 结果却一点准备都没有 还得被人用枪指着 而且 刚刚那几个人 竟然说自己是影子的线人 说是那个要损的线人我信 说是影子的线人 也太侮辱影子了吧 而且 你好歹也是A级 那安全闸门关闭的速度 我如果没受伤 都能及时钻出来 你却像傻子一样 站在那里等着关闭 庆尘笑着说道 神代云和默默看着那惨烈的少年 自己将对方折磨了这么久 对方竟然还能保持着冷静 换了一班人 早就去抓那根救命稻草了 他冷笑一声 对身旁几名生产者说道 把他给我拖进屋里去 现在就进行神经元接驳手术 庆尘平静下来 原来对方一路上费尽心思地 想要摧毁自己的意志 是为了在这里 就对自己进行神经元接驳 用其他人顶替自己 到时候 就算自己没有被带到北方 而是被救了下来 庆尘也已经不再是庆尘了 把设备运到了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也真是为难你们了 庆尘冷笑道 他曾接触过联邦内战时的资料 是庆准给他的 连情报一处的档案库都没有 资料里曾显示 一个多月前联邦内战时 曾有一支神代的精锐部队 渗透到南方 结果李氏和庆氏 都一直没有找到这些精锐部队的踪迹 想来 那时候对方就已经计划 用神经元接驳的手段 替换掉某些重要人物 第475章 一座高耸如云的宫殿 神经元接驳后的夺射技术 庆尘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但这还是第一次被人用在自己身上 这个技术一旦使用 被夺射者如果没有超过B级 那么对夺射者的后患还是很多的 因为被夺射躯体的大脑 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伤害 也无法继续修行 只有B级以上的去窍 才会被大人物看中 所以肯定不是神代云和亲自来完成夺射 毕竟辛辛苦苦修行至A级 刚刚成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物之一 寿命也还有很长 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愿意舍弃自己的前程 想来 在这里等候着的生产者 就是要夺射庆尘的人 庆尘笑道 这一路上 让我带伤 光脚走了一天的山路 将我在地上拖了十多公里 都没能击溃我的意识 你们现在还要把握夺舍我吗 神代云和冷笑 也不用太自信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 对意识的防备有多么厉害 但其实并没有 你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 又有多少精力来 应对神经元接驳的意识覆盖 庆尘点点头 强弩这个词用得不错 神代云和平静道 这句话的重点 不是这个 庆尘缓缓推开 被他拧断脖梗的那具尸体 艰难地爬起身来拍拍身上的鸡血 那辆柴油越野车 你是给自己准备的吧 你就不怕 刚刚我夺车逃走 太天真了 那辆车需要我的身份验证 你开不走的 神代云和说道 嗯 现在你也开不走了 庆尘说道 神代云和 神代云和愕然看去 却发现 那辆越野车上的方向盘 已经被人掰下来了 钟控台也被某种利器 给豁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 他在四周寻找了半天 也没发现 庆尘到底是用什么做到的这一点 某种禁忌物吗 可自己在对方身上 明明没有找到禁忌物 难道是 藏在身体之中的 难道对方白天的时候 没有拉干净 神代云和眯起眼睛 看向周围的尸体 一个受重伤且虚弱的庆尘 都能做到如此程度 如果不是 A级亲自来压戒 怕是压戒的人 都会死得不明不白 神代云和平静道 你以为毁坏了车辆 就能破坏我的机动性 拖延到有人发现 这里的异常来救你 不用想那么多了 那时候的你 意识已经湮灭在数据之中 被他人所覆盖 动手 带他下去 话音刚落 两名神代的杀手 便走到庆尘身边 想要将他架到 农庄的巫舍之中的地下室 似乎对方早就将 神经元揭剥设备 给运送到这里了 只是 当这两名杀手 想要对庆尘动手的时候 他们看着周围 雪地上同伴的尸体 还有那看起来 已经虚弱惨败至极的少年 竟是有些犹豫了 他们不清楚 这少年是否还有一战之力 想到这里 杀手们心中 生起羞愧之感 他们竟然对一个受众伤的人 产生了如此忌惮的情绪 还在磨叽什么 神代云和冷声道 两名杀手终于克服恐惧 架起了庆尘的双臂 庆尘并未反抗 他很清楚 自己如今的处境 反抗是无意义的挣扎 刚刚他是趁着神代云和在演戏 假装被困 才找到机会动的手 如今 自己在对方眼皮子底下 没有任何动手的可能 不过 他小声对身旁的杀手说道 神代云和身边本来有六名下属 你猜猜 他们怎么没跟着一起过来 那几名伪装成生产者的神代杀手 听闻此话 竟是下意识地看向神代云和 庆尘继续说道 那些人都被神代云和下毒杀了 等这边事情结束之后 他肯定也会杀你们 神代云和回头看他 你能不能挑我听不见的时候 再挑拨离间 庆尘笑眯眯地说道 是挑拨离间吗 原来把你做的事情陈述一遍 就是挑拨离间 各位听好了 我要是你们 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溜走 不然你们早晚会死 说话间 庆尘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竟是咳出一口血来 只有这一刻 神代云和等人才会重心意识到 这少年受伤真的很重 而刚刚的那场战斗 也再次透支了少年的身体 我建议你 还是省点力气吧 神代云和冷笑道 神代财团的战士不会被你蛊惑 我不希望神经元接驳成功后 得到的是一具尸体 可庆尘依然笑容不改地看向杀手们 你们谁来夺射我呀 小心刚夺射成功 我就死了 那你们可就太倒霉了 神代杀手们沉默了 不是因为害怕庆尘所说的结果 而是看着这个嬉笑间 已经将生死都看淡的少年 神代云和叹息一声 难怪影子如此看重你 谢谢夸奖 众人驾着庆尘来到地下室 这里早就准备好了两张床铺 还有两台有无数数据线连接的设备 庆尘仔细观察着 两台设备都没有联网 这是物理隔绝的独立设备 他原本计划着 当意识开始接驳神经元后 尝试着在网络中寻找医的踪迹 让对方想办法对自己实施救援 现在看来也不行了 这群人格外地谨慎 杀手们将庆尘按在床上 用皮带将他的四肢与脑袋都固定住 以防他挣脱束缚 其中一名杀手躺在了另一张床上 任由同伴将一根根透明管子末端的圆片 贴在头颅各个部位 庆尘看着透明管子里流动着银色的液体 纳米机器人 没人回答他 下一刻 银色液体顺着管子流出 一直蔓延至管子的末端 从他的大脑皮层渗透进大脑的灰质层 纳米机器人的单位体积太小了 庆尘甚至没有感受到那些小家伙 渗透进身体的过程 神经元结博同步协调率47% 神经元结博同步协调率61% 神经元结博同步协调率100% 神代云河看着仪器上显示的数据 恶然看向庆尘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同步协调率 为什么身心都被摧残到这种程度 都还有这么高的同步协调率 他又看向自己下属那边 同步协调率到84%便戛然而止了 等等 这不对劲 停止覆盖 神代云河刚说完 刹那间 庆尘的瞳孔骤然收窄 犹如一头凶猛的猫科野兽 他看见了一片蓝色的数据海洋 一条条代码在意识中湍流不息 上下排列着 很快 那些代码全部退去 只剩下一条长长的街道 那里挂着日式的白色九番 一个小孩子躺在妈妈的怀中 女人坐在街边哼唱着摇篮曲 庆尘不愿意接受这段记忆 可是神经元结博后 逆向传输的意识 却在不停地灌输着 小孩子在他的脑海里 慢慢长大了 庆尘见证着对方 从幼童到成年 见证对方高中毕业后 进入军方 见证对方在联邦军队中 取得优异的成绩 见证对方注射下基因药剂 成为神代财团 麾下优秀的战士 然后又有一名叫做 神代静川的人 选拔进了神代财团的情报机构 最终背负着任务 来到中原 他们在联邦内战的战火中 悄无声息地通过山路 渗透进中原 直到他们来到这里 将生产基地原本的生产者 都囚禁在不远处的设备间里 等待着 那一个个片段组成的意识 疯狂地想要 覆盖着庆尘过去的记忆 可是 这意识流却忽然发现 自己的意识 对于对方而言 不过是沧海中的遗宿 另一边 神代的杀手 站在那广阔浩瀚的庆尘意识中 忽然看到了一座宫殿 那是被庆尘命名为 记忆宫殿的地方 每一个房间 都储存着 被庆尘收纳归类的记忆 那宫殿高耸如云 上面坐落着 一扇扇密密麻麻的门 杀手一时间根本分不清 那宫殿之上 到底有多少扇门 他惊讹着 这跟教官所教的东西 完全不同 正常情况下覆盖意识后 只会覆盖对方的记忆 也无法知道 对方经历过什么 也无法看见 对方的意识空间 仅仅是一个意识数据 覆盖了另一个意识 完成后 就会自然醒来 而眼前的这一幕 实在太诡异了 这时 一扇门骤然打开了 那扇门的背后 仿佛有一个黑洞 牵引着它 慢慢进入门内 杀手的意识挣扎着 却根本抵不过 那扇门背后的黑暗 最终 它如同在深蓝海洋中 遭遇了庞大漩涡般 被吸纳了进去 哐的一声 门关上了 杀手所有的意识 都陷入黑暗之中 紧接着 那意识被墨盘搅碎了似的 化为看不见的尘埃 沁尘的树桐渐渐 恢复正常 他看向神代云河 长官 完成了 神代云河冷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高桥东树 沁尘回答道 你出生于哪里 神代云河又问 22号城市 烟花亭 沁尘回答 神代云河的目光中 竟出现了一丝诧异 你明明没有被覆盖意识 却能得到高桥东树的记忆 为什么 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沁尘疑惑 长官您在说什么 我是高桥东树啊 神代云河指着仪器 你的神经元结博 同步协调率 远远高于高桥东树 它根本不可能覆盖你的意识 不用装啊 你还是沁尘 不用试图狡辩 我不是在诈你 沁尘内心叹息 这些人还真是把神经元 结博夺蛇给研究得明明白白啊 话说 神代财团到底经历了多少次实验 原本他还想伪装成高桥东树 来寻求脱困的机会 结果被科学和临床经验给出卖了 不过 沁尘依然没有承认 他只是痛心疾首地说道 长官 我是高桥东树啊 第476章 执刀人 高桥东树的躯体 已经生息全无 生理机能是完全正常的 可他脑海中的意识 已经被纳米机器人全部转移 成为了一具没有意识的植物人 沁尘很清楚 神经元结博夺舍这件事情 神代财团应该有过许多的临床实验了 外界都相传 神代家族的那位家主 之所以能够活这么久 也正是因为 对方一直在用这种邪恶的技术 不断更换着B级高手的曲窍 一个技术敢用在家主身上 说明这个技术 一定非常成熟了 所以神代云和看到 沁尘同步协调率那么高 才会十分肯定地说 沁尘没有被夺赦 神代云和这一路上所做的事情 折磨沁尘 羞辱沁尘 击溃他的意志 都是为了降低这个同步协调率 明显 神代财团的人知道怎么做 才能降低这个同步协调率 但令他意外的是 沁尘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 同步协调率依然高达100% 长官 我真的是高桥东树啊 沁尘交集说道 我是17岁那年入伍的 神代晋川长官 选拔我进入八旗组织的 与我一起来到这里的 是高桥一郎 赵宽 赵杰 沁氏的密碟斯 李氏的红雀 陈氏的直刀人 神代的八旗 鹿岛的孤岛 都算是联邦境内 赫赫有名的情报机构了 沁尘在这句话里 说的每一条信息 都确凿无疑 如果沁尘还是沁尘 那沁尘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知道那些信息 所以 这里就有个问题 临床数据中心 确实从未有同步率低 夺射同步率高的成功案例 可是 同样也没有 夺射失败后 被夺射者 还能掌握夺射者记忆的情况 所以 如今呈现在神代云河面前的 是两个都没出现过的情况 他需要选择相信哪个 第一种可能 高桥东树的同步率虽然低 但确实夺射了沁尘 第二种可能 沁尘不仅没被夺射 他还掌握了高桥东树的记忆 理论上讲 其实第一种还能解释为机器故障 可能显示数值出现了错误 而第二种 则更加匪夷所思一点 这就是沁尘死不承认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 对方并不一定能完全确认 只要自己硬演下去 总能演得对方怀疑人生 眼瞅着这会儿 神代云河都被演得有点不自信了 长官 会不会东树真的已经成功了 有人小声问道 神代云河皱着眉头问道 这个秘密基地的奈米机器人 还够使用几次 一名下属低声说道 长官 两次 神代云河将床上高桥东树的躯体 随手推下 然后对另一名下属说道 赵宽 你躺上去 再次进行神经元接驳夺舍 赵宽愣了一下 他看着高桥东树的躯体 有些紧张 长官 这庆尘没有达到B级 一次神经元接驳 已经对大脑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 如果进行二次接驳 恐怕会损伤得更加严重 神代云河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放心 最少还能活五年 为家族做事 家族会替你 照顾好家人的 但如果你被叛家 卒娶你的家人怎么办呢 赵宽愣住了 他不想躺上去 但是神代云河那阴沉的面目 看起来格外恐怖 此时此刻 地下室里的人都忽然想起 庆尘曾说 神代云河杀自己人灭口的事情 他们信了 赵宽内心苦涩地躺在床上 等待同僚将管子贴在他的身上 庆尘则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哭喊着 长官 我真的是高桥东树啊 不要覆盖我的意识 我已经完成覆盖了 长官 求你了 不要覆盖我 庆尘演得太惨烈了 以至于大家都觉得 这可能真是高桥东树 只不过 神代云河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开始 他默默看着仪器上的同步协调率 这一次 庆尘的躯体依旧是100% 赵宽则是91% 这一次 庆尘看到了赵宽的一生 赵宽初中还没毕业后 便加入了南方童子军 然后因优异表现进入了 直刀人组织 庆尘愣了一下 直刀人 这特么不是城市的情报机构吗 庆尘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这反向吞噬夺射者的第二人 竟然还是个双面间谍 赵宽在南方长大 接受训练后 被翘无声息地派到了北方 参军 被神代选拔 进入了八旗 刚到北方的时候 年幼的赵宽过得并不好 高桥的姓氏在北方几座城市里相对尊贵 就算高桥东树家里很惨 每个月也能领到一些补助金 而赵宽这样的华夏姓氏 则在北方处处敌人一等 甚至不允许 他跟高桥家的姑娘谈恋爱 高桥 神代之类的 在北方是大姓 就像中原的赵前孙礼一样 庆尘没想到的是 神代在北方 竟然公然搞重姓制度 以姓氏划分阶级 在八旗时 赵宽混得还算不错 不过最终因为接到命令 有意勾搭了 某位神代官员的老婆 想要通过这种关系 来获得情报 被官员发现端倪后 那位官员托人 将他调到了南方前线 跟随着这一次 渗透中原的计划来送死 等等 庆尘发现了一个 极其关键的信息 赵宽在神代云河抵达前 就接到了要配合演戏的任务 他已经将消息传递给了陈氏 庆尘沉思着 没想到吞噬赵宽的意识 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 只是不知道 陈氏得知神代云河的消息后 对自己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一直沉寂着的财团 还没人知道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另一边 赵宽终于知道 高桥东树经历过什么了 他看着面前那浩瀚的记忆宫殿 只感觉自己 像是那宫殿之下的小蚂蚁 所以 高桥东树的意识 是被这庞大的意志 给抹杀了对吗 赵宽心里对神代云河 破口大骂起来 这特么怎么覆盖啊 啊 拿芝麻覆盖西瓜 自己这意识 还没人家的子大 亏你们特么想得出来 神代云河等人 看见赵宽的躯体 剧烈颤抖起来 可还没颤抖两下 就没了声息 所有人目光看向沁尘 却见沁尘睁开眼睛 眼神有些恐惧 声音有些犹豫地说道 长官 完成了 说着 手指还紧张地扣着床铺 在沁尘看来 这很符合赵宽的前后反应 表演中 还夹杂着一些小细节 非常完美 赵宽的记忆 加上沁尘的演技 没有瑕疵 神代云河 他也有点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了 现在的情况是 神代云河压根不相信 夺舍成功了 但他没有失败的证据 而沁尘在思考的是 他从未想到 原来别人夺舍自己 竟是能带给自己 如此多的信息量 要知道 他就像是经历了 赵宽与高桥东树的人生一般 虽不完整 但重要的人 是 地点 沁尘都全部了如指掌 这两个八情报人员的联络人 朋友 亲属 上下级关系 以及八旗 陈氏 童子军 指导人的内部运作机制 甚至是他们执行过的任务 这次一起来中原的人都有谁 都毫无保留地 暴露给了庆尘 唯独有点遗憾的是 这两人的层级有点低 庆尘所掌握的虽然有用 但还不够有用 最多是他活着出去后 可以顺藤摸瓜 捣毁好几个神代 陈氏的据点 抓捕几个相对重要的人 如果是神代云河 这种级别夺涉自己就好了 庆尘觉得自己 如果能掌握这位所知道的信息 估计能把神代 在南方的情报机构 一锅端掉 说实话 庆尘都想着 要不要晋升到B级后 去问问神代家主 看对方对自己这区 可敢不敢兴趣 自己很健康 吃麻麻香 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 神代云河恐怕还不知道 他正在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 庆尘都开始忍不住畅想未来了 当然 庆尘也不确定 自己是否能活下来 这时 神代云河突然笑了起来 他对下属说道 压着这位庆尘都查 我们去设备间 庆尘心中一沉 立马就反应过来 对方要干什么了 带到几人将庆尘压过去 打开设备间 显露出里面被捆绑的 真正的农业生产者 这些人都是生产基地里 真正的生产者 联邦平民 神代情报人员渗透过来后 将这些人限制了自由 丢在黑暗寒冷的设备间里 最令人发指的是 这些生产者 还是以家庭为单位 生活在生产基地的 被关押的14名生产者里 还有两个小男孩 两名妇女 在赵宽与高桥东树的记忆里 有太多不堪入目的画面 某一刻 庆尘在想 小人物在这个时代里 真的如野草一般 设备间的门打开时 里面所有人都恐惧地向后退缩着 他们嘴被堵上了 只能发出无力的物业声 神代云河将一只手枪递给庆尘 如果你已经是赵宽了 那就开枪打死他们 你不打死他们 你在21号城市的家人都得死 据我所知 庆尘督察在表示界 还是个相对有底线的人 起码白昼的名声还不错 枪械是上膛的 也有子弹 庆尘拿到手上 便知道 神代云河是真的要杀这些生产者 他倒是可以顺势朝神代云和他们开枪 但自己就算不受伤 也不可能在A级面前开枪杀人 对方的速度 足以在自己有任何行为之前阻止自己 他也可以射杀这些人来继续伪装自己 但他下不去手 他的底线不允许他做这种事情 庆尘很清楚利弊 知道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他无法扣动扳机 庆尘沉默几秒 不用费劲了 我是庆尘 神代云和哈哈大笑起来 庆尘督查 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你来李世杰这么久了 还没学会财团该如何跟贱民相处吗 他们的命 几万人家一起都不如你的值钱 何必为了几个小人物暴露自己 如果你不主动承认 而是干脆利落地杀掉他们 说不定真的会给我增加些麻烦 庆尘抬头平静地看向神代云和 我曾经迷失过 也觉得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但最近 各位帮我想起了我到底是谁 该怎么面对这个事件 我与各位禽兽 是不同的 神代云和也不生气 他好奇问道 我很疑惑 为何你无法被夺赦 庆尘思索片刻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试的次数太少了吧 要不你再让其他人试试 第477章 坟墨 你以为我会那么愚蠢 继续拿自己下属的人命 来试一个不可能的结果 神代云和冷笑着说道 而且 神代云和也不傻 他已经猜到了一个信息 庆尘是真的可以吸收夺赦者的记忆 可以知道夺赦者的出生地 知道夺赦者的同伴信息 知道 一切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放任庆尘回去 那么神代的情报机构 将会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好在赵宽与高桥东树 也不是什么高级别的情报人员 牵连并不广 好在庆尘还被他牢牢握在手中 根本无法逃脱 神代云和冷声道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你也给我提了个醒 放心 如果我无法将你带回北方 那我一定会在任务失败之前 将你杀死在中原 这个少年 不能活着回到庆市 神代云和不知道的是 庆尘不光是挖到了神代八旗的信息 还挖到了城市执刀人的信息 而且 以庆尘抽丝剥茧的能力 只要让他找到一个线头 他就会想办法将整个线团都抽出来 然后以疼痛与惨烈 回报神代对他所做的事情 庆尘看向神代云和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死亡 但是我知道 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 你不用在这里吓唬我 因为你知道 这没有用 神代云和笑了 我其实觉得 影子有点过于看中你了 一个会因为贱民而暴露自己秘密的人 怎么能承担重任呢 庆尘平静地摇摇头 这一次可以放弃底线 那下一次呢 曾经有人聊过一个遍体 古罗马人将基督徒丢进斗兽厂里 用一个人的痛苦来换取数百人 上千人的愉悦 值不值 有人说 难道数千人的快乐 不比一个人的痛苦更有价值吗 然而这世间的文明 是从尊重弱者之权力开始的 不然 人类文明又与野兽有何区别 这也是表示 中国与李世界联邦的根本不同之处 曾几何时 庆尘尝试着去学会 如何成为一个上位者 他学习过李淑彤 学习过李修瑞 学习过影子 他是李氏的未来太傅 他是庆氏影子候选者 他是骑士的下一代领袖 很快 他还可能成为 PCA中情局最年轻的局长 手下人都敬仰他 崇拜他 似乎从穿越开端 他就理所应当地 成为一个领导者 大人物 庆尘在表世界 从未得到过这样的关注 也从未尝试过权力的甘甜 所以一个17岁的少年 在权柄之中短暂迷失过 影子用人命来 帮他收买庆衣的人心 他虽然反驳了 却没有制止 可后来 当他也在这里世界中 成为过一个弱者后 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弱者的痛苦 是被人踩在地上 用刀子磕在骨骼里 心脏上的 从那一刻起 庆尘就知道自己 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了 少年总会走过一些 曲折的弯路 被路上的荆棘刺伤 被脚底的石子磨烂 但总有一天 他会忽然清醒如初 神戴云和看了庆尘一眼 然后对下属说道 都杀了 让好心的 庆尘都查看着他们死 两名下属拉住了庆尘的双臂 以免他奋力挣脱 另外两人则抬枪扣动扳机 连小孩都没有放过 神戴云和饶有兴致地 观察着庆尘的表情 只不过 庆尘神情中没有出现 他期待的愤怒 痛苦 不甘 庆尘也没有挣扎 只是这么静静地看着 像是要把那些 如野草一般的贱民 临死前的痛苦 全都记在脑海之中 眼睛都不眨一下 生怕错过了什么 神戴云和调侃道 庆尘都查 也没有什么反应吗 庆尘转头看向他 认真说道 你千万不要死在别人手里 有一天 我会亲手去取走你的命 记住 这是你欠这些人的 作为一个阶下囚 说狠话并不明智 但庆尘的情况 还能糟糕到哪里去呢 神戴云和没有将 庆尘的话放在心上 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既然庆尘督察 如此同情他们 那就亲手 把他们都埋了吧 不许用工具 用手挖出他们的坟墓 此时气温已经是零下了 泥土都被动得坚硬无比 挖的时候 手指会像是一次又一次地 被刀割烂 想要挖出十多人 可以埋葬的墓 无异于经历一场最残酷的刑罚 而且 庆尘双手与双臂 还被锁住了 然而庆尘只是看了 神戴云和一眼 便在神戴杀手的看管下 头也不回地走到农庄外面 一言不发地挖开鸡血 又一言不发地扒开泥土 坚硬的泥土 被他硬生生 一点点地扣开 神戴云和冷冷地看着 却没说什么 渐渐地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地上的坑越挖越大 庆尘的手指满是鲜血 但依旧没有停止 庆尘虚弱的身体 在寒风中 像是随时都会倒下 却一直没有倒 几名神戴的情报人员 一开始还嬉笑地看着 可慢慢地 却笑不出来了 神戴云和说道 你要觉得痛苦 求饶一声就可以停下 庆尘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似的 根本没有停下来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天都快亮了 那几名神戴的情报人员 已经不再看向庆尘那边 少年 用了一整夜的时间 挖出一个能容下十多人的坟墓 他的身上全是泥土 手上全是鲜血 神戴的情报人员莫名想到 某些宗教描述过的 神明受难的画面 但他们也只是想想而已 立马便又冷哭下来 当晨曦的第一缕曙光 从东方迸发 雪忽然停下来了 庆尘拖着身子 缓慢从坑里爬出 然后将设备间里的尸体 一具一具抱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土坑之中 他奋力地将泥土与雪 推入坑里 直到所有事情都完成的一刻 才突然昏倒在雪地里 神戴云河沉默半晌 看向下属 趁这个机会 再进行一次神经元 接驳夺夺射 下属们没有动 神戴云河冷笑起来 你们疯了吗 连我的命令都赶不听了 下属们这才抬起庆尘 往屋舍的地下室里走去 赵杰 这次你来夺射 神戴云河说道 赵杰不知道 带着何种情绪 躺在了床上 任由同僚将管子 连接在自己的脑部 同步协调率31% 同步协调率72% 同步协调率89% 神戴云河看向 另一边的庆尘 他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 只因为那少年 所对应的同步协调率 依然是100% 而且几秒过后 显示同步协调率的 叶金瓶突然按了下去 赵杰死了 与之前成为植物人的赵宽不同 赵杰的新电图 竟然一瞬归为平静 直到这一刻 神戴云河才终于明白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 是不可被夺赦的 只不过 没人注意到 这一次的纳米机器人 并未全部退回到仪器之中 那银色的小家伙们 在庆尘体内 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们体内被写着的程序 被某种意志抹除 连带着他们的枷锁 也被打开 他们的意识与庆尘相连 欢呼雀跃着 五号城市 半山庄园 依旧灯火通明 他在这里助力了近千年 仿佛不论时代如何变迁 他都不会被时代更改 暗影之门打开 这一次 暗影之门 直接开在了那位老者的房间之中 黑暗里 老者背对着影子 平静说道 真是一点规矩都没了 这么点小事 就乱了方寸 影子盘坐在 老者身后的地上 暗影之门开在这里多方便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以前每次 还得辛辛苦苦 趴台阶上来 以后应该不用了 说说吧 这次为什么过来 老者淡然问道 以前一年 也见不到你两次 现在倒好 不想看见你的时候 你天天往这里跑 影子冷声道 您在帮神代抹除痕迹 老者叹息道 我在你眼里 已经沦落到 要做这种小事情了吗 放心 我如果出手 你一定会知道 那就是我做的 影子点点头 那我大概猜到 是谁在做这件事情了 但我不清楚 您所做这一切 是否有意义 让他受尽挫折与屈辱 为了什么 断刀 断刀 老者说道 他回归离世界后 太顺风顺水了 李叔同在帮他 李修瑞那老小子 帮他 你也在帮他 这样的刀太容易折断 也根本不知道自己 该砍向谁 影子沉默了 老者说道 你担心他死了 影子摇摇头 我不担心他会死 我只是想不明白 您就不担心 明明是想要给他权利 但万一 他从此以后 不愿意要了怎么办 不愿意要 老者笑了笑 如果是让他回到 庆室继续干活 他当然可以赌气不回来 可如果是把庆室 都给他呢 你在公司里被人刁难了 可以离职 但如果有一天 那个刁难你的人 把公司都给你了 你会把他扔进泥土里吗 不会的 他不是您见惯了的 野心勃勃之人 影子摇摇头 您莫要将他推远了 老者又笑 伟大之人 都是不愿意成为领袖的 但一经召唤 他们便会披着荆棘出现 不要太过担心 这一劫是他必须要度过的 走完这一程 他才能通透 可如果他真的死了呢 死了就死了 第478章 踪迹 一艘丙级民用浮空飞艇 正飞行在一望无际的空域之中 由南向北 浮空飞艇分为四个级别 甲乙丙丁 甲级 乙级 都是军用级别 可搭载武器 丙级 丁级则是民用级别 其中 前者可作为营运使用 例如10号城市 18号城市之间往来 最常见的高端交通工具 就是丙级浮空飞艇 丁级则是家用 属于富豪专属 船舱之中四人 一人负责掌握航线 其余三人 则疯狂地打扫着船舱 甚至用上了强酸洗涤剂 试图将船舱里的血迹 都清洗干净 他们戴着简易的面部 全覆盖式的透明呼吸面具 以免消毒时产生的毒气 被吸入身体 这船舱早就打扫过了 但是他们担心 船舱内残留的DNA 无法通过空域封锁的检测 驾驶着浮空飞艇的人说道 在有120公里 就要进入联邦集团军辖制空域了 那边现在已经被 李长青那个疯女人 进行雷达全覆盖了 赶紧打扫 如果有人登庭检查 绝对不能让他们 发现任何端倪 不然我们都得死 我们也想快呀 但特末的这活怎么快 而且我就不明白了 上面不是说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怎么突然之间 好像全世界都在找我们 尤其是昨天 如果不是突然有另一艘浮空飞艇 吸引了沁士的注意 现在我们恐怕 已经被影子抓住了 驾驶着浮空飞艇的人低声说道 奇怪了 是谁在帮我们吸引注意力 可能是上面想要帮我们脱困 你们信吗 我们现在已经是弃子了 上面不会帮我们的 就在此时 天空忽然阴沉了下来 乌云的阴影笼罩了浮空飞艇 驾驶员到了一声晦气 怎么又要下雪 我得开启固定航线了 等等 卧槽 这位驾驶员随手打开了 360度环视影像 结果只是一瞬间 头皮便像是炸开了一样 他只感觉 像是有一座巨山重轮 从苍穹落下 那无可匹敌的压迫感 让你只简简单单看一眼 便想跪下摩拜他的伪案 那是人类对战争机器这个词汇 最极致的想象力 驾驶员回头声嘶力竭的怒吼道 是青山号空中要塞 李长青那个疯女人 竟然把青山号空中要塞开出来了 操 原来 刚刚笼罩他们的那一片阴影 根本不是大雪将置实的乌云 而是遮天蔽日的青山号空中要塞 那空中霸主的伟案身姿 实在太过辽阔 以至于他们几乎以为那是自然气象 这是与青市神明拳账号同级别空中要塞 是正面战场的战略级武器 它搭载着最先进的核动力反应炉 230公里射程竹火力电磁炮 巡航级导弹发射井 还有难以计数的无人机战斗群 这也仅仅是空中要塞的基础功能 就像是在18号监狱被摧毁之前 谁也不知道神明拳账号 还连接着800公里高空的那只神明拳账 浮空飞艇里 四人绝望地看着苍穹之上的阴影越来越近 是来抓我们的吗 废话 没有明确目标 青山号空中要塞根本不会升空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才能逃走 驾驶员一脸看弱智的表情 看向自己同伴 青山号都来了 你问我怎么逃 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认错态度好一点 这样应该能留个全失 同伴 驾驶员深吸一口气 开启自毁程序吧 为了我们在北方的家人 说完 他输入密码 按下了船舱里的一个红色按钮 然而就在此时 他们只感觉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失重状态 仿佛苍穹之上 有什么东西 已经将他们挟持了 下一刻 一道极细的激光扫过 竟将偌大的浮空飞艇 给切割开来 就像是切面包一样 浮空飞艇的尾部 被激光声声切掉了 那里是浮空飞艇 自毁程序控制的即时炸弹 驾驶员这时候 终于彻底绝望了 李长青要活捉他们 天空中 青山号下方 巨兽般张开血盆大口 将这艘被切烂的浮空飞艇 吞入了腹中 没过多久 青山号空中要赛里 便有一艘甲级浮空飞艇 从底部飞出 静直地朝着西边山区飞去 空中要赛虽然雄伟 但速度方面 还是甲级浮空飞艇更快 伐木工小屋旁边 一艘甲级浮空飞艇缓缓落下 身穿联邦集团军军装的 李长青与老十九 带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从船舱里走出 他们耳后都贴着一枚金属原片 那是联邦军方最高规制的 古船杆通讯器材 隐蔽 且有效使用距离更长 刚推开屋子 李长青便看到 六具毒发身亡的尸体 还有沁尘曾躺过的床铺 他冷静地打量着 纤细的手指从床铺上划过 那里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 不远处 还有换过药的绷带 仅仅几分钟 李长青便有了判断 这六个人被灭口了 他们在这里给沁尘换了药 然后有神代云河 独自带他离开 带机械猎犬来 根据沁尘的血迹锥 六只机械猎犬被带来 嗅过绷带上的血迹后 便发了风似的 朝屋外山路跑去 李长青跟在后面 老十九却说道 老板 天气寒冷 您还是回扶空飞艇上 在空中跟随着就行 李长青摇摇头 我们距离沁尘已经很近了 万一突然在山路上短兵相接 你们应付不来 别废话了 快走吧 扶空飞艇在空中警戒 进入战斗状态 走在崎岖山路时 李长青看到 被士兵翻找出来的痕迹 地面有人被拖拽后 在山路 石子上流下的血迹 一身一浅的血脚印 李长青知道 这都是沁尘受折磨的证据 只是稍微想一下便明白 沁尘曾在这一条山路上 被人拖行过 对方连鞋子都不给他 让他硬生生走了几十公里的血路 想到这里 李长青握紧拳头时 指甲都扣在了手心里 老十九在一旁看了 也极其揪心 他跟随李长青近十年 哪里见过自家老板这副模样过 他低声说道 老板 您也要小心一些 说不定这路上有陷阱的 万一有人是想用沁尘 把您给引出来 放心 我心里有数 李长青平静说道 那平静的语气之下 蕴含着无穷的怒意 他想走过这条沁尘受难的路 将沁尘都遭受过什么 全部记在心里 然后加倍还给神代 路上并没有埋伏 当他们抵达农舍的时候 这里已经静悄悄的了 几具神代杀手的尸体 散落在农舍外 那是沁尘刚刚抵达这里时 杀掉的群演 老十九蹲下查看了片刻 低声疑惑道 老板 是有人救了沁尘吗 他受伤那么重 而且还被人拖着光脚 走了几十公里山路 应该没有能力 杀掉这么多人了吧 李长青点点头 可能 也许他们抵达这里时 有人救援 在寻找沁尘的人很多 包括这次 他们能找到那艘 丙级浮空飞艇的踪迹 也多亏了一位神秘人的匿名消息 整个中原 齐落的浮空飞艇 足有上千艘 想要核实每一艘的飞行轨迹 是需要时间的 对方也有伪装 李长青想找出这艘浮空飞艇 早晚能找出来 但现在要救沁尘 最重要的便是时效性 那匿名者很神秘 李长青这边 动用了军中最强大的信息科技部队 也没能找到对方的踪迹 这就很奇怪 难道沁尘还认识这种 可以对抗联邦集团军的黑客 以前也没听说过啊 老十九安排士兵搜索农庄 他拦着李长青 硬是坚持 要确定农庄里没有陷阱 才能让老板进去 结果士兵们才刚冲进去 便有人大喊 这里有神经元接驳设备 李长青愣了一下 疯了似的冲进去 只是 当他看到床铺旁两具植物人 一具尸体后 突然放下心来 他们应该尝试着夺射庆尘了 但是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也不至于丢下三条人命在这里 这时老十九皱起眉头 里面也没见有人营救过的痕迹啊 所以 外面那几具尸体 都是庆尘杀的 看样子是了 并没有人来救庆尘 是庆尘自己撑了几十公里山路 到达这里后 还杀了七个神代的杀手 想到这里 老十九虽然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但不知为什么 他总觉得 这确实是那少年能干出来的事情 李长青查看着那两台 神经元接驳夺夺射的设备 突然疑惑到 奇怪了 这两台设备 好像出了故障 一名士兵拿手提电脑接入设备 查询了片刻说道 老板 这设备不是从外部损坏的 是被人从内部给格式化了 有点奇怪 还有 内部奈米机器人缺损严重 储存量仅剩下27%了 这些奈米机器人 应该都执行了严格的联邦克路流程啊 是无法在人体内停留的 但现场地面也没有残留 就在此时 有士兵在外面喊道 长官 发现埋葬尸体处 李长青起身快步走出 机械猎犬正对一处新泥狂吠着 一名士兵用工具将泥土挖开 赫然看见下面的十多具尸体 有妇女 有小孩 有男人 还有人戴着手套 在坑洞旁边采集着样本 棕黑色的泥土里 还有被写渗透的黑紫色 士兵说道 长官 核验了一下 都是这个生产基地的农业生产者 再连帮有公民身份 神代连自己人的尸体都没埋 这有问题 土坑边缘有人类手指挖掘的痕迹 还有血迹 李长青看着坑洞边缘 忽然说道 把他们安葬了 土也填埋回去吧 这不是神代埋的 是沁尘用手挖出来的坟墓 是他亲手埋葬了这些人 他心里隐隐地疼着 他高声道 我们距离沁尘已经很近了 给我找 就算神代跑到天涯海角 也得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然而就在此时 空中甲级浮空飞艇 突然通过通讯频道试镜 2.2公里外 地面出现生命体快速靠近 甲级浮空飞艇的生命探测半径是10公里 有人突然出现在2.2公里的地方 这说明 有人早就用了伪装涂层技术 埋伏在附近了 李长青平静问道 神代的人吗 冲我们来的 不对 李长青总觉得 如果是神代的人 那对方应该选择更好的伏击地点 而且 也不该在这里暴露出如此多的信息 例如 对方曾经尝试过 用神经元接驳的方式 想要夺赦庆程 可如果不是神代的话 还有谁知道庆程被带到了这里 而且知道李长青会来 第479章 一部杀石人 嫡袭 甲级浮空飞艇 那强大的生命体征探测不会出错 虽然不知道是谁在策划这场伏击 但既然是冲着李长青来的 那就会带着 足以杀死一名A级高手的力量 老十九指挥着地面的士兵 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不得不说 老十九还是经验丰富 在各种环境里 都能胜任安保工作 他不仅仅利用自己手上的力量 还敏锐观察到 农庄房顶的两台金属风暴 并提前让士兵去占据这一有利的地形 浮空飞艇 立刻呼叫青山号空中要塞过来 青山号的飞行速度 必然没有甲级浮空飞艇快 但对于老十九来说 他只需要占据这里 等到青山号到来 那么地面的土鸡挖狗 全都会被荡平 就算是半神轻质 也得避开青山号的锋芒 然而 就在所有人进入紧张情绪的时候 老十九回头 赫然看见自家老板竟没有动弹 反而蹲在刚刚的那个坟墓坑洞旁 那原本应该填上的坟墓 因为敌人到来而放弃了 所以 泥土还没掩埋上 只见李长青亲自蹲下来 一点一点将挖开的泥土 推回坑里 老十九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老板 这种脏活 不用您来做呀 等战斗结束了 我们埋 李长青平静回答 没关系 你土冰了 李长青能想象到 沁尘挖掘这偌大的坟墓时 有多痛苦 更何况 对方身受重伤 且挖掘可比田埋药 费力多了 李长青越是这么想 便越觉得愤怒 老十九问道 老板 您得来指挥战斗啊 没什么好指挥的 都杀了 如果没有这些埋伏的人 李长青现在大可以 尽快继续追寻沁尘的踪迹 然而 这些人的到来 拖慢了他的节奏 甚至可能会让他 错失营救沁尘的机会 就在此时 话音刚落之际 却见远处地面 骤然有矩阵式导弹 喷射上天空 那一排排导弹奔 像正在抬升 高度的浮空飞艇 可还没到浮空飞艇跟前 便被飞艇上搭载的 进防炮 全部拦截 李长青冷笑起来 他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有能力将矩阵式步兵车 藏在这里的 还有能力躲过红外 生命体征 热成像的部队 我大概知道是哪家了 没想到 陈氏沉寂了那么久 也有些不甘寂寞了 其实 这支隐藏在荒野上的部队 绝对不会被人找到 丝毫破绽 如果讲证据的话 没人能用这些部队 来指认陈氏 但是到了李长青这个层面 做事已经不用讲证据了 只讲逻辑 陆导与神代的现代化部队 从来都没到过这个位置 小谷渗透进来的 也根本不可能携带重火力 所以只能是陈氏 李氏 庆氏都有这个能力 但这个接骨眼上 没有内部的人敢这么做 他和影子 摆出一副神党杀神的模样 就是要先让李氏 与庆氏内部的派系清楚 这时候不是跳出来的时候 想要跳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再说 别来触眉头 不过 既然是陈氏出手 那事情必然没有这么简单 李长青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浮空飞艇 进行一个奇数的火力覆盖后 可攀升至安全高度 不要靠近 老实久急了 老板 这时候浮空飞艇 就是安全的保障啊 他们在天空中 进行火力压制 能保您无事 不要怕损失一艘 甲级浮空飞艇 您的生命比它重要多了 而且 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想逼浮空飞艇 上升到难以支援地面的高度 他们不可能在这里 部署更多的重火力 现代化部队 这里是李氏军区 与庆氏军区的交汇处 陈氏能渗透这里 也只能靠卫星监控的间隙 李长青摇摇头 没必要造成无谓的伤亡 这是命令 执行 而且 只要地面还在浮空飞艇的 火力覆盖范围之内 这附近的浮兵 怎么可能全都跳出来呢 下一刻 浮空飞艇攀升高度时 传来情报 两点方向与七点方向 都有新的生命体征出现 老十九刚要说点什么 却发现自家老板 竟是朝着两点钟方向 迎了过去 只见李长青越走越快 一柄轻玉小剑 骤然呼啸着飞出 尖锐刺耳的声响 如同一枚炮弹当头袭来 那丙轻玉小剑 已经越发凝食了 胡适情报机构的修行传承里 每一位强者 都能运养树柄新剑 这是李长青 第一柄运养完成的 老十九忽然觉得 自家老板今天的杀气很重 李长青说道 你们不用过来 留在原地待命 这是命令 两点钟方向是一片农田 那里满是厚厚的积雪 当浮空飞艇 被重火力逼的攀升高度 当李长青靠近的瞬间 那片雪洞了 数十名身披血白色 吉利福的杀手 突然站起身来 紧随其后的 竟还有32台 纯白色的战争机器人 李长青冷笑起来 为了杀我 还真是下了血本 就因为我在19号城市 杀了你们家主的侄子吗 还是说 那其实不是他的侄子 而是他的私生子 那数十名杀手 与32台战争机器 也朝着李长青快速逼近 此时李长青脱离了 身边士兵的保护圈 又没有空中浮空飞艇的保护 现在就是杀他的最好时机 在此之前 李长青要么在 19号城市的 卫戍部队保护之中 要么就在 伟岸的青山号 空中要塞的保护下 现在的机会 太难得了 杀手们埋伏在这里 本来也没决定动手 但当他们发现 青山号并没有抵达这里时 终于下定决心 刹那间 缥缈的青玉小剑 骤然穿透一名杀手头颅 李长青继续说道 我最近真的人次很多了 要是其他时候 发现你们要杀我 说不定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大家坐下来谈一谈 以何为贵 但是 这一次 你们挑错时候了 李长青还清楚记得 自己在长街 几乎以为要死掉的时候 那宛如桑中般的狙击枪声 他还清楚记得 庆尘为了继续帮他进行火力压制 哪怕知道有敌人会靠近狙击点 也一样坚守在高楼之上 现在 庆尘还在受难 却有人跳出来 拦住他救人的去路 那就都得死 那32台战争机器 此时已经站成了一个半圆的弧形防御阵型 却见他们机械手臂前端的手掌 忽然化作激光发射器 以交织射程完全覆盖了 李长青可能的移动方向 面对A级强者时 瞄准是无用的 唯有火力覆盖才能匹敌 李长青孤身一人面对着他们 却毫无紧张神色 就在这孤框的血缘上 女人穿着黑色的联邦军装 犹如棋盘上孤军奋战的黑旗 无可回避 那32台战争机器的战术 是各家完善了数十年 专门用来在战场上 诛杀A及高手战略 李长青一个人 是不可能避开那交织的激光的 可就在战争机器 即将开火的瞬间 那片雪地里 竟又一个白色的身影 杀了出来 白色的缩衣 黑色的长刀 那锋利长刀 灵活得犹如飞鸟 战争机器身上的 合金配件拼合在一起 可长刀却游走于那金属缝隙中 就像是刨丁手持牛耳刀 顺着牛肉的筋膜 骨骼 韧带 切过 这一幕幕看似很复杂 但只有一瞬 只是顷刻间 那白色的身影 从战争机器之间穿叉过 仿佛只出了一刀 又像是出了无数刀 当它与战争机器交错而过之后 却见十台战争机器 全部瓦解的七零八落 那十台战争机器 所封锁的火力覆盖区域 刚好是李长青所在之处 就仿佛 一堆战争机器人突然开火 却故意漏掉了目标李长青一般 那是旁观者最精湛的刀数 一步杀十人 正远东 联邦架码最高的杀手 最著名的旁观者 下一刻 又是三柄青玉小剑席卷战场 却见苍穹之上的浮空飞艇 不知何时已经打开了后舱门 一名身穿灰色西装 黑色高领毛衣的年轻人 正紧闭双眼 站在那舱门边缘 浮空飞艇颠簸中 他却窥然不动 那双脚犹如磁铁 紧紧吸在了浮空飞艇地板上 呼吸间 三柄青玉小剑 在农田的积雪之中穿梭而过 如物农者手中最熟练的镰刀 收割着生命 不仅如此 还有一柄青玉小剑 已经抵达尘世部署重火力的区域 那站在苍穹之上的何金丘 一经被高空的寒风吹得烈烈作响 宛如神明般闭眼杀人 他所掌握的轻玉小剑 有效射程 竟是比浮空飞艇搭载的现代武器 还要夸张 这是胡氏情报机构年轻一代 最优秀的执行董事 也是少数在30岁之前 便能蕴养出四柄新剑的高手 何金秋在表示剑 一直都在藏桌 自创始人胡说去世之后 胡氏情报机构便再也没人 能重现24柄轻玉小剑的璀璨光景了 但有人说 如果真的能重现那光景 那一定是何金秋做到的 李长青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三名强者联手 不管挡在这路上的人是谁 都一定会死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旧庆城的路上不会太平 只因为这件事情 牵动了太多人的神经 而这联邦里 从来都不缺趁火打劫的人 所以 他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便找到了昆仑与九州的两位领袖 要求他们一起参与营救 好在 两人得知消息后 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李长青看向郑远东 谢了 郑远东将黑刀斜提着 思索了一秒钟说道 严格意义上 蒋庆城是昆仑的人 你不用谢我 李长青愣了一下 庆城什么时候加入的昆仑 他掌控着那么多时间行者 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第四百八十章 溶洞 摇晃 颠簸 庆城只感觉自己 像是飘荡在海洋之中 如无根扶平 不知道要飘去哪里 他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 但是他没有睁开眼睛 不是因为担心醒来后 又要被折磨 也不是因为不想面对现实 主要是现在有人用担架抬着他 这种感觉还不错 此时 负责抬着担架的人小声说道 他怎么还没醒 不会是第三次夺射的时候 直接把脑子给烧坏了吧 不好说 赵杰都直接死掉了 机器也坏了 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还真说不准 不过这也算是好事了 如果不是机器出事 说不定 那位会让咱们继续尝试夺射 你也看到了 夺射这小子的 没一个好下场 此时 庆城附近的神代杀手 只剩下三人 神代云和那熟悉的脚步声不在 似乎去了其他地方 不过庆城并没有贸然行动 一方面 是因为他的身体 确实已经到了极限 另一方面则是 神代云和此人 看似狂妄暴虐 实则小心谨慎 对方一定就在不远处 随时能抓到他的地方 而且 现在还有人抬着担架 如果自己杀了人 还没跑掉 到时候 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了呀 却听这三人继续小声说道 你们觉得 神代云和会不会像之前一样 杀掉我们灭口啊 有可能 咱们离开后 都听到后方出现爆炸声 虽然很远 但一定是就这小子的人 追查到了农庄 有人说道 这说明 这小子的救兵已经很近了 神代云和如果为了轻装减刑 一定会选择除掉我们的 毕竟神代云和是A级 就算手提庆城赶路 也能比他们抬着担架快 庆城听到这里 心中一动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有机会得救了 少年默默地计划着 自己的身体 不知道能不能再支撑一场战斗 但如果神代云和不在 自己可以赌一下 杀掉这三人 赶在神代云和回来前 与救援自己的人会合 可还没等庆城想好计划 山林里 已经传来了神代云和的脚步声 神代云和冷声 对三名杀手说道 为何行进速度这么慢 加快速度 不要再次停留 庆城心中叹息 自己就算全胜时期 也不可能在神代云和眼皮子底下逃出去 这时 一名抬单架的人呼一道 我好像看见这小子的眼皮动了一下 嗯 有人疑惑道 真的吗 几人观察着庆城 观察了十多分钟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 庆城心中暗道好险 差点就需要自己下地走路了 他紧闭双眼 默默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似乎有一些不同了 可庆城却说不出是哪里不同 之前给生产者们填埋坟墓之后 他便晕了过去 所以并不清楚 后续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现在苏醒后 首先不对劲的是自己记忆宫殿里多了一个人的记忆档案 庆城大概明白 这应该是神代又趁着他昏厥的时候 送了一个人头过来 真是太客气了 提供记忆的人叫做赵杰 出生于北方 单亲家庭 赵杰这人生24年重归重举 唯独值得庆城注意的是 选拔他进入八旗的人非常神秘 连赵杰都只见过一面 等等 庆城忽然觉得不对了 这个赵杰明明是跟着单亲妈妈 但生活并不贫穷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固定的人送来财物 这赵杰的身份 似乎另有玄机 也就是这一刻 庆城又察觉到血液中的诡异之处 滚动的血液里 似乎有沸腾的因子 纳米机器人 庆城的意识 早就与那些小家伙相连 几个纳米机器人漂泊在他的血液里 如尘埃 又如灿烂的心灰 随庆城心念一动 他们竟是随着血液漂流至伤口处快速集结 然后形成仿生肌肉组织填补了他的伤口 随着伤口缓缓愈合 又有小家伙 渐渐退出这肌肉仿生组织 给自身愈合流出空间 庆城有些疑惑 这些小家伙 是什么时候进入他体内的 又是何时这么听话的 之前虽然纳米机器人 也进入过他大脑挥制层 但神经元结博之后就会非常严格的原路返回了 现在 完全不同 庆城操控着纳米机器人在体内 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一会儿排成个疑字 那些小家伙倒是格外听话 百分之百地顺从着他的意志 慢慢地 庆城倒是发现了这些纳米机器人的第一个作用 清理皮下坏死组织与淤血 连结伤口 要知道 他在第一场与狼群的战斗中 身上被咬 抓伤了不知道多少处 其中断裂的肌肉都有许多 这种伤 是对战斗力的直接打击 你一直有多么顽强 肌肉腥微断了 就没法使劲了 而现在 纳米机器人 可以帮庆城填补这一块 虽然还不知道 这些小家伙的强度怎么样 但起码在他痊愈前 可以保证他行动无碍 奇怪了 不是说联邦的那米机器人 是不可以 进入人体停留的吗 而且 所有那米机器人出场时 都被刻入了固定的程序 根本不会出现异常 庆城内心奇怪着 他很清楚 联邦为何会如此规定 只因为上一个 毁在致谢危机的人类文明 最头疼的东西 就是纳米机器人 这是人工智能手中 最无解的武器 几人快速在山野之间行进着 神代云河催促之下 所有人都加快了脚步 某一刻 庆城发现 神代云河似乎有目标 正急着抵达某个地点 几个小时过去 众人在一处溶洞前停下 中原多溶洞 例如表世界 就有著名的机关洞风景区 在溶洞之下 是错综复杂的迷宫 甚至在更深处 还有湍急的地下河流 神代云河看到溶洞后松了口气 庆城心中生起不祥的预感 若是对方通过这种诡异的地形离开 怕是真的很难被找到了 可问题是 就算神代 有情报人员渗透到中原 也不至于摸清 一整个溶洞的地形吧 这时 神代云河抬起手臂 对溶洞张开五指 溶洞身处的黑暗里 传来翅膀的震动声 越来越近 下一刻 数不清的蝙蝠突然如黑潮般 从溶洞涌出 其中一只最大的倒挂在 神代云河的手臂上 庆城悄悄睁开一只眼睛 打亮过去 刚好与一名神代杀手相对 神代杀手惊呼起来 这小子早就醒了 庆城 这就很尴尬了 不过神代云河 似乎心思并不在庆城身上 这位神代财团的高手十分平静 他只是割破自己的手腕 以自己的鲜血 在蝙蝠的身体上 画着诡异的符号 直到这时候 庆城才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神代云河之前可以操控狼群 那么此刻便可以操控蝙蝠群 难怪神代派这个人来中原绑架自己 只因为神代云河的能力 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 借助大自然的动物 野兽 穿过一些人类难以穿越的地形 各位辛苦了 然而为了财团的伟大事业 需要各位做出一些牺牲 神代云河话音刚落 却见那漫天的黑蝙蝠汹涌落下 将那三名神代杀手紧紧围在其中 两个呼吸的时间 蝙蝠再次散开 三名神代杀手 已然变成了皮包骨头的干尸 血液都被吸食干净了 而这吸食过血液的蝙蝠群 仿佛成为了一支军团 已经完全听神代云河的号令了 神代云河对丹架上的庆尘笑道 醒了就起来吧 我知道你在思索着如何脱困 跟后方救援你的人会合 但不用徒劳了 神代既然派我来中原 自然有派我的道理 稍后便让你见识一下 我能力的厉害之处 神代云河拉扯着绳索 往黑暗的溶洞中走去 令人意外的是 神代云河走路间 仿佛完全无视了黑暗 总能提前知道 哪里有障碍 哪里有路 散发着恶臭的蝙蝠军团 分成七八股 一股留在了神代云河的身边 其余则飞入溶洞之中 神代云河每次选择道路时 都毫不犹豫 似乎清晰地知道自己 该往哪里走一样 蝙蝠军团为他指引着前路 神代云河与蝙蝠军团 是心灵相连的 清晨发现了 这神代云河的个体战斗能力 可能并不如其他A级高手 因为他要借助外力 但如果论功能性 这位A级高手的能力 却变化多端 一个耗费上千人力 都未必能探索出来的溶洞 在神代云河面前 却根本不算阻碍 清晨忽然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有一天 真的能杀掉神代云河 那就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对方埋下去 然后等几十年 收割对方产生的禁忌物 这禁忌物的作用 怕是会在关键时刻有奇效 影子都能拿超凡者种茶 自己拿仇人重惊忌物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这样做也有隐患 一个A级能够形成的禁忌之地 怕是威胁还挺大的 禁忌裁判所 恐怕也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 两人沿着溶洞 一路向下走去 渐渐地 清晨听到了湍急的水流声 溶洞里 道玄浙的钟乳石 凝结了水汽 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这时神代云河从兜里 掏出一根照明棒来点亮 这里竟早早就摆放了 八幅潜水设备 他再次隔开自己手腕上的伤口 任由着血液滴入地下河 清晨心中再次升起不祥的预感 却见到照明棒的光线映衬下 地下河的深处 似乎正有一头庞然大雾 在游翼而来 有四肢 如娃娃鱼般的体型 恐怖而又猙獰 神代云河看向清晨笑道 你猜猜 如果我带着你从地下河游出上百公里 救你的那些人 还能不能找到你